他们是一次只爱一个人吧 但是真的翻篇了 他就真的进入了新的生活 反倒是 反倒是很多男人就会 男人就是活在过去的 我把我每隔十年做的事 我也想了一遍 但是不像你都想的是私事 我都想的是其他的一些事 然后呢 比如 哎呀 先不比如啊 暂且不比如 最有意思就是比如的 对真的 你这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就是说 他们说这次为什么义军来 这个大西北呢 好像是当年呢 他在这儿啊 有过一段这个 这个无疾而终的恋情 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对 我是跟一个男生来旅游的 作风肯定没有问题啊 不是 跟一个男生来旅游的 但是人家 对对对 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我不关心 因为他喜欢我的朋友 对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对 那是怎么一件事情呢 没有啊 就是我们一起出来玩啊 没发生的事情 他跟你是同学 同事 还是平时想风 就是一个 就一个学校比我大 大一两级吧 师兄 为什么你们俩约的 单独旅行呢 没事干呗 没有不是 对 其实我是喜欢那个男生的 然后呢 他说去旅游 然后呢 我们就去了敦煌 去了新疆 没有啊 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玩的几天呢 一个月 然后就各住各的房间 是吧 对啊 然后呢 就是没有分开过 没有 那你这师兄够无聊的 也没有聊 就玩呗 那最后 你们心里没有这个有点小想法 有也没啥用啊 是他看不上你 你跟他说了没有 我没有跟他说 到现在他不知道 哎呀 为什么要说这些事 不是 我觉得这男的有点 后来大学毕业的时候 没有 他有向我表白的 我说 太晚了 我说 我已经向前看了 哎 就说明这是一个关于男生 实际上他跟你待了一个月 终于没有勇气表白的故事 没有啊 他没有 他当时 他当时喜欢我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他可能想跟我旅游 是想套到近乎 找我那朋友吧 我觉得也可能是拿你当备胎吧 反正胎也没用上 那怎么最后又向你表白了呢 他又不喜欢你那朋友了吗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我毕业找了工作了 马上要去开展我的新的人生了 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其实情感上的任何事情 都会变成你 新的往前继续努力的动力 对吧 变成这样那样的 更优秀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 真的是区别 就是往回头看 之前所有的不快乐的事情 基本上就跟你说的 全是跟爱情有关系的 对啊 我就是往前看 我再也不会考虑到你了 是的 男人就是永远会在 在考虑到后面的那些经验呢 其实那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为什么 比如说你想你20年前的女朋友 对吧 你试试跟她打个电话 你就知道了 就是她又成了家 生了孩子 她翻篇了 早就翻篇了 你还觉得耿耿于怀的 或者说还觉得 那个你做对了 做错了 的那个人啊 是20年前的那个时空 这个人呢 你全身的细胞 没过多久 早就换过一遍了 物质上你这个人 完全不是那个人 精神上其实也一样 不再是那个人了 这一点我就发现 有时候男人 有些人说男人吧 这个喜新厌旧 但是实际上 我反正看到很多女性啊 她们是一次只爱一个人吧 但是真的翻篇了 她就真的进入了新的生活 反倒是 她也不会去想的 反倒是很多男人就会 男人就是在活在过去的 我觉得真的男人就活在过去 你也是这样 是啊 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Michael你活在过去的 你真的活在过去的 你怎么不往前看呢 很多的男的朋友也是这样的 都是活在过去的 真的觉得 全部好的就是在过去 但是当下的时候 她没有认为这个是好的 我们往回头看 不管是爱情 还是任何经验什么的 我们看的就是那种 黑白片 幻红的那些照片 啊你看那个时候有多好 但是拍照片的那时刻 那一天的 你可能是烦恼这个 不满意这个 还是觉得爱 应该有更好的地方拍照 好 好 好